欢迎回来台视五间新闻 北韩传统美食平壤冷面名闻侠儿 这道平民美食因为2018年两次文经会国宴 成为文明全球的佳肴 甚至登上联合国无形文化遗产 但北韩目前爆出粮食危机 平壤冷面可能也会成为一般民众 渴望不可及的梦幻美食 姜面泡在烫头之中 铺上各式肉类的切片 泡菜黄瓜跟当地水果 最后放上一颗水煮蛋 这就是北韩的平民美食平壤冷面 平壤冷面的汤头鲜美 上面还漂泊着碎冰 口感非常的清凉 2022年平壤冷面更登上联合国无形文化遗产 2018年北韩两度在文经会 款待时任的南韩总统文在寅 享用平壤冷面 让它瞬间爆红成为明文全球的家肴 Hopefully, President Moon can enjoy this 平壤冷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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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个20多年之后 平壤当局再度的削减军人的粮食配给 第二大城开城市 每天都有几十个人饿死 平壤冷面恐怕也只是梦幻美食 成为你变业